前進大話題時間 但一看到了 今天台股中場是小掌塑收的 不過今天還是股會雙升的格局 而對於台幣聲聲不息 該如何看待呢 把誰鏡頭交給一華 好的 的確在今天新台幣盤中 真的是讓大家嚇傻了 因為在早盤的時候 一度來到了很靠近29塊錢 大家都說不得了了 我們來看看 為什麼說彭淮南的防線呢 可能現在這個底線 要被進一步的突破了嗎 這個彭淮南防線怎麼來的 這就是升值底線 其實央行總裁彭淮南 他不太喜歡台幣升得太快 畢竟升得太快 對我們的電子業來說的話 真的很傷 所以我們看到彭淮南的防線 其實是在2011年的時候 5月份 那個時候還記得 美國的聯診會 因為拼命在撒錢 所以撒錢的情況之下 這個熱錢到處流竄 當然也會進入到台灣市場 所以在當時 造成熱錢到處竄的同時 我們台幣多強 你知道嗎 來到28.476對1美元 那麼那個時候 非常非常靠近 彭淮南它的底線了 所以大家就說 彭總裁受不了了 而且升到這邊 的確就開始回扁了 所以大概在28.5附近 被設為一個彭淮南的防線 好 今天的早盤有多靠近呢 我們來看一下 1月23號的早盤 一度來到了29.114對1美元的價位 雖然說呢 這個在盤中 一度是這個狂升了三角 好 大家說三角非常多耶 但是彭總裁受不了了 所以在尾盤的時候 又稍微回扁一些些 最後面只是小升了三分而已 差非常的多 好 可以看到 收盤數字來到了29.402 但是呢 這個升幅已經是創到了 九個月來的最大升幅 也是近五年的新高價位了 那麼關心完了新台幣的 一個最新匯率之外呢 大家很擔心的是說 那我投資方面呢 台幣這樣強深 雖然說電子股好像蠻慘的 但是應該有所謂的匯率 這個升值的概念股吧 好 我們就帶大家來掌握一下 包括原物料族群當中 塑化 航運 水泥 鋼鐵 其實都是大家可以多加關注的 那麼專家也說了 塑化呢 因為這個上游原物料的部分 因為是油價在上漲 所以它會有利差出現 可以多加的關注 在航運的部分 還有水泥部分 雖然說這個報價 沒有很明顯的往上揚 但是呢 在長線來說的話 還是看好的 不過在鋼鐵的部分 中國大陸的政策 影響的情況之下 所以專家認為說 是比較中性 比較持平一些些 但是呢 統的來說 原物料組型 大家還是可以特別的關注 好 電子原物料的部分 尤其是在被動元件 這個部分呢 這個專家也說了 大家不妨多加注意一下 它可能在第一季會淡季不淡喔 就是受惠的族群 那麼大家說了 萬一我有投資美元的部分 那麼台幣這樣子強身的情況之下 我會不會有一些 會損的情況呢 專家說 只要掌握兩招沒有問題 他們是說呢 美元還有非美元的一個貨幣 最好是一半一半 都不要偏向哪一邊 但是如果說 你手中已經有一些 這個美元的一些投資的話 他們認為說呢 可以利用美元 還有這個非美貨幣互相來避險 但是不建議 在這個時候呢 把美元換回成新台幣 因為他們認為說 現在台幣這麼強 你換回來 似乎呢 還是會有一些虧損的 那麼如果說 手中的這個美元部位怎麼辦呢 他們是建議說 可以投資 用美元計價的一些這個商品 像是一些基金 一些保險 都可以來考慮一下 那麼另外 如果說你的手中 很多很多美元部位 已經佔大部分了 怎麼辦呢 專家是認為說 要減碼囉 可以換成紐澳等 這些的外幣來投資 因為這些呢 貨幣之前是比較弱勢的 所以未來很有機會是 往上來看漲的 也是比較偏深的一個格局了 但是說到了新台幣 強深 是五年的一個新高價位 那麼眼看呢 彭懷南的防線是步步逼近 雖然是尾盤 央行有出手來組身 不過匯率專家 進一步的預估 他說這個數字 29.114盤中的新高 絕對不是高點 農曆年前很有機會 會見到新台幣 升破29塊 民商飛車快速上下直衝 提供飆速快感 但同樣的模式 居然也出現在 新台幣的走勢上頭 22號會價步步禁幣 29元大關 盤中大漲2.3角 來到29.2元 不知道是不是炒會 突嬰 蠢蠢欲動 逼得尾盤央行 趕緊出手 會價高速輔充 硬勢有聲轉變 外資在大局 匯入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股匯都是雙升的 那也就代表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 美元相對弱勢的情況之下 其實台幣的走強是正常的 那在這部分是不會有 突嬰的情況出現的 順調解讀沒有突嬰 角局因為攤開 彭總裁陳希丹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關閉國內NDF 阻擋熱錢炒會 擊退大鱷索羅斯 也獲得炒會殺手封號 2008年金融海嘯 新台幣貶到35.2元 也靠彭總裁帶領渡過危機 2009年歐債危機 彭懷南也維持貼放利率 用其他手段刺激經濟 讓新台幣的會價 一直穩守在懷南防線裡頭 但機關總裁這一部組身 給了市場短暫威嚇 但國際資金大局匯入 不會雙掌局面 擋也擋不住 新台幣23號盤中 延續雲消費車爬破地道 盤中靜陽三角 一度來到29.05 再創五年新高 就目前台灣現在出口 產業的表現來講的話 我認為說要見到 28的機率是有的 至於在什麼時候 我認為說如果最快的話 可能在我們農藝年前 就會有機會看到 新台幣像變了新的女友 直一往上飛 看樣子在14A 彭總裁畢業典禮之前 還有多道考驗 持續挑戰 總裁防線 三連新聞股高數 廖文台北報導 好 近期的新台幣 的確是非常強 但大家說 其實股會雙強 最近的台股 你有看看嗎 這個線型遮起來 你會以為 哇 台股發瘋了 是標股吧 我們先來看一下 加權指數的部分 好 這是加權指數 在今天整個表現 最後是上漲了21點 那麼收在了11253點 不僅站穩萬點 而且還持續的再創新高 日線的部分 已經是連八紅了 好 在台股的部分 晶晶漲 我們可以看得到嗎 日K我們剛剛說是連八紅 台積電呢 大家都說 都是因為台積電在漲 所以也推升台北股市 一舉的往上來衝刺了 其實台積電 我們看到今天收盤價 是266塊錢 其實呢 不止今天 這個價位非常的驚人 在一月份開始到現在為止 只要光算一月 就已經漲了將近有15%了 因為這股價是從232 漲到266 好 大家說大家都在拱 尤其是外資 外資最近五個交易日 大概買了超過七萬張 再加上今天 今天再度的加碼1.3萬張了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外資已經買了 大概八萬五千張左右了 外資持續在買 而且從今年年初開始 他們的近買超資金 有45% 都是流入了台積電裡面 大家說台積電不得了了 張忠謀董事長 他本人應該也是 荷包滿滿滿 我們就來看台積電 今年的市值 大概增加了8000億左右 如果說 以張忠謀董事長 他個人的持股 大約是12.5萬張的話 這個價值 現在他手上這個12.5萬張 就價值了330億左右 近半年的股價 大概從200億左右 開始來算的話 他的身價竟然暴增了 有百億左右 大家都說最大的贏家 除了外資之外 這個張忠謀董事長 他本身的荷包 其實也是增值了不少 這是在今天的財經焦點方面 那麼接下來 我們要帶你來看看 搭船 搭飛機 搭飛機呢 大家這個印象中的飛機餐 好像不太好吃之外 選擇好像也不太多嗎 但其實有很多很多的 隱藏版飛機餐 除了問你說 你要素食嗎 還是說要中式的西式之外 你不知道的秘密有哪些 好 我們就帶你來看 有宗教餐 包括了回教 印度教 猶太教 一個是不吃豬的 不吃牛的 猶太教還有他自己 所謂特殊的一個教義 要按照他的標準去準備的 那麼在素食印度餐的部分 也是有一個特色 必須要遵從他的宗教規定 跟一些習俗 另外在病理餐的部分也很多 好 我們帶你來看看 包括了糖尿病的飲食 要稍微這個少油 少鹽一些 還有低膽固醇餐 低熱量餐 甚至是在水果餐 不經烹煮的蔬果餐 也就是完全不要有煮過 也就是生菜 他會再給你一杯 用這個新鮮蔬果打成的果汁 那麼包括了海鮮餐 甚至是嬰兒餐 就是兩歲以下 比較泥狀的餐 其實有很多很多種 總共有22種 那麼大家想像不到 這些其實都是不用錢的 好 就是飛機餐 最新的焦點提供給您 那麼接下來要來關心的是 衛福部食藥署 他們公布了最新 邊境不合格產品的名單 其中好事多 上個月從智利 有進口兩批的藍莓 總共有5776公斤 竟然都被驗出了 沙蟲劑 異滅松 殘留有0.05ppm 是抽標的四倍 而另外從韓國進口的一批草莓 它的總重有624公斤 那麼殘留殺蟲劑 浮芬龍更有0.08ppm 超標了七倍之多 就連全聯他們的自由品牌 生活良好 在上個月從智利進口的 360公斤重的藍莓 一樣是被驗出超標三倍的 但這些還好 全數都是退運或者是銷毀 所以是沒有流入市面的 接下來帶你來看 響應環保的大潤發 很貼心 在特定的分店會提供購物欄 讓消費者你可以整欄這樣子提著走 那麼之後再拿回來還就好了 但是卻有人募集到 有人明明是去佳樂福 不是大潤發 但是他卻把賣場的購物欄 很自動的拖回家 所以網友也嘲諷 難道是自行在試辦嗎 拖著購物欄走在社區裡 這欄子怎麼好像似曾相識 仔細看上頭印著佳樂福LOGO 難道是為了環保推動共享購物欄 給消費者方便能把提籃帶回家嗎 但是開放民眾帶走提籃的 明明是大潤發啊 響應限速政策不用塑膠帶 大潤發特定分店提供購物欄外界服務 消費者買東西 可以直接提著籃子回家 之後再歸還 不過卻有民眾明明是到佳樂福 卻把購物欄帶走 被網友嘲諷是自行實施 共享菜籃活動 沒有一個功德心啊 因為那個東西本來就是 人家大家共享的東西 然後你私自把它帶走 有點不太好 畢竟那個是屬於 大賣場的財產 比提籃更進化 佳樂福購物欄還能拖著走 買重物更方便 但是僅供賣場內使用 消費者要是真的不想買塑膠帶 賣場提供購物帶 可以花49元租用 30天內歸還就能退錢 等於免費用 但跟大潤發不一樣 提籃真的沒在外界 也提醒消費者別搞錯肩了 三十位許紅超 謝淑銘 太過道